我找完工作的學生 下週 開燈箱 乾汗 Apple Daily 我捨不得去叫什麼 我忘了好像有一件事要做 我的電話 是 好像是 是呀 我要問他拿一個保證 看看車牌的保證是否在那裡 是不是網絡有問題 應該是 是呀 因為我這裡拿了很大的網絡位 哈哈 正在播放影片 你都玩不到 是嗎 第五第六 所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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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時實來的日子 就是一個回來的日子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其實連期也沒什麼所謂 期不期 來去 我們現在是怎樣去 我們知道好像是 教師教會 是 我們只能夠說 或者是 再正面一點 比如像女人 再加一點點 如果不是 或者是對這個時候 對現在的現象 包括那個 那個世界 那個國家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我們能夠 做些什麼 或者是 做些什麼 而是說 那 我不需要為這個世界祈禱 其實 我覺得 你想的也對 不需要為這個世界祈禱 反過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也不需要為這個世界祈禱 你會去祈禱改變它了 其實也不會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 mentality的時候 其實 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也會覺得 世界是這樣的 其實也不需要 你不要站在那邊去 是 可能是 可能是 不是 你也好像很純粹 啊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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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現在不是對它做了什麼 很好的感受 不過至少我覺得 有些事情 真的 在這個世界 可能是 沒有可避免的 嗯 是啊 但是問題是 我深信神 如果 如果 我不知道的話 可能我會做 可能我會做 我覺得 這個 題目一出來的時候 正正是 其實是一個時候 讓我們 去 問一下自己這件事 究竟 我知道和不知道 是不是 都是 覺得這些東西是順其自然呢 其實我就算 知道和不知道 都是 我覺得 世界是這樣的 那 我祈禱都沒有用 啊 反過來 如果 因為知道了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可以安於現象的話 我就要問一下 上帝是不是想 我們這樣做 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 始終都是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 有Jesus name的時候 怎麼都可以改變 對不對 啟示了 它說 要這樣去 走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不代表說 不代表說 你是一定 可以容許 怎麼說 不代表說 你去祈禱會沒有影響 OK 老實說一句 如果我們有一個 referation 有一個信心的時候 我叫上帝改變 啟示錄 裡面的一個 event 對不對 其實都可以改變得到的 我也沒有問題 OK 或者 反過來 你可能不能夠 改變 global 可能我和我一家 是可以改變得到的 如果我和我一家 改變不到的時候 可能我和我的 church 是可以改變得到的 所以為什麼 仲然在一個 末世的日子裡面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不妥協於末世的 church 在裡面 但是也不會影響整個世界的 末世的問題 但是也不會影響整個世界的 末世的問題 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 小單元 不總可能 這個小單元 也改變不到 是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大單元 改變他的 那就遲些再 遲些再來 沒有問題 你問 反過來問 耶穌基督當時 末世的時候 他的原意 有沒有說是二千年之後 裡面寫了 經文寫了 其實是因為 上帝是因為我們的 祈求的緣故 是延遲了回來的 就是延遲了他的 原意的計劃 是的 他是故意延遲了 如果你說故意延遲了 就是說 從他原先的計劃 我們已經改了 所以 上帝讓我們知道了之後 是不是要我們說 知道了 我們就不去改他呢 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改 也沒有辦法 讓你知道他的 Master Plan 就當成是自己人 當成是自己人 有什麼所謂的 我一下子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些人 祂稱有 Aye 不是因為覺地 我們知道了 也可以妥協 其实耶稣也是很重视的 七间教会他都说他们有这些问题 但是他说你继续这样去吧 不是的 他都很逼致地叫他们改变的 改变了又不是那七间教会的样子 那怎么办 没什么说怎么办 我觉得没问题 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可能改变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属上帝的那一班 就不需要跟这条路走 第五章 我看见导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其实第四章的last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有一个赞美 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见导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个印尖封了它 里外都写着字 所以其实当一个书卷 就像我们的圣子 圣子导的圣子 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的时候 它一开的时候 其实就是 外面那些字是给外面的人看的 里面那些字是给自己的读者看的 里面那些字是给自己的读者看的 所以其实这个书卷里面 是有外面的人看过一面 但里面有另外一面 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用七个印尖封 那我们出来都是想一下 如何用七个印尖封 似乎有些人说 就是卷完之后 就有七个印尖封了 那你一开就把七个印尖封了 知道吗 但其实他说每次读 就读得卷了 所以似乎是那些 写完一篇 卷了它 卷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丢个印封 用纳烧了一个印封 接着继续卷 写 写完之后又卷第二个印封 所以其实是一个印封了之后 读完那一卷 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有另一个印封锁了在这里 读完之后 再卷了另一个印封 那个纳 裂了 卷中卷 这样一个印封在里面 排好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 chapter 这样开了 我就这样提 有七个印封 我又看见一个大王的天使 大声传说 有谁 剪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下 没有能剪开的 能观看那书卷 因为没有剪开 配观看那书卷 我就大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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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因為那個天使在說,有誰配得展開那書卷 揭開那七個印,就是這個印寫好了在這裏 這些很搞笑的東西就是,你又要寫下,讓人知道 又要封印,又不讓人看,你又寫好了在這裏 我講的秘密都會加德國聰號,你都是不加聽的 是啊,所以就是在這些位置裏面的時候 明明上帝是有啟示,想被人看得到,但是沒有人配得看得到 掌路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有一個人配得的 看那的猶太,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經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人 所以耶穌基督在身份上和他一切的B形裏面 他是配得上去開這個印的,所以他就可以開了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活物並縱掌路之中有高陽暫立 將士被殺過,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零 看這個耶穌的樣式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這高陽前來從寶座的右手拿了書卷 是他配得去拿這個書卷去看的 他的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掌路就俯伏在高陽面前 他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甘爐 這就是所謂的尼恩派拿出來的琴與盧敬拜 這香就是眾聖同的祈禱他唱新歌說 你拿著書卷,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經被殺,用自己的血 從各種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一些人回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成為國民,你自己作祭師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爵,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和活物 我並掌路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著 曾被殺的高陽是配得權並豐富智慧能力 尊貴榮耀眾贊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 我天地一切所有備造的文都說 願眾贊,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 那座寶座和高陽直都永遠遠 有三種人去敬拜耶穌基督的概念 但你發覺三個人能夠唱的贊味都是不同的 只有一個人是可以唱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和救贖 真正的生命只有人類才配得去唱 口唱心窩你能夠被買回來的日子裡 只是人類的二十四個長老是有機會唱這件事 而天使呢 都還可以看看他曾經是被殺過的樣子 你發覺其他被造的滋物是沒有辦法去 用那樣東西來真誠賺美上帝的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被救贖的一個情況 四活物就說阿門,眾長老友呼呼敬拜 第六章 我看見高陽來到了,揭開七印裡第一個印的時候 就聽見四喚文中一個喚文 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是觀看,看一筆白馬騎在馬上拿著公 並有官面,賜吉他他面出來,聖你又要聖 很多人在這個解經裡面就說這個福音一定會被廣傳 但是這樣解法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他這隻馬,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和後面的三隻馬是不能夠交換的 因為這隻馬如果是一個福音,是一件好事的話 後面的三隻馬都是奪太平啊 有瘟疫啊,有戰爭之類的東西的時候 就一正三負走出來的時候就很難看 這樣解經 所以因此,如果你回到馬太福音 耶穌基督所說過的 我回來的日子是怎樣 在我本書裡面可能有寫到 不知有沒有寫到 有寫下了 寫下了,你回到馬太福音兩邊都有說的 有個門徒問耶穌基督說,你回來的日子是怎樣的 他講過了 他說,第一,你當時要小心,有很多假先知 有很多人沒有我的名而來 他會來迷惑大家 你們要小心假先知 第二,跟著就說 到處 有飢荒 第二,就是說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對不對 跟著就說到處有飢荒 也都會有瘟疫 對不對 還有大地震 是 其實這四樣東西 你說運動 就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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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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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厲害的 這杯 都 挺 濃縮 弓 是 代表 弓 是代表 弓 是代表 一支弓 弓 就是沒有 弓 就是沒有箭的 這隻馬是沒有箭的 而弓是左手的 弓是右手的 假設一般的用法 所以其實有支弓給他的時候 你發覺他沒有箭的時候 我就會在 二筆所書裡面 或者 便會 在神的軍裝 知道嗎 因為二筆所書裡面 在後面那時候說 信德的藤牌 是可以滅絕 地人的火箭 The Fiery Dark OK 而那所有信德的藤牌 本身就是一個 信心的藤牌 所以為什麼我說 要將 他們全部 在一起去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左手歸左手的東西 OK 弓是左手拿 在 神的軍裝的左邊 其實就是一個 藤牌 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 假設是這樣 因為我初時 都是很大膽的假設 要看看 是不是四件全部 都陷得好 又是否合理 假設是對的的時候 我就說什麼 究竟什麼 你要用 Faith去擋 抵擋 他說 我們的 Faith 是抵擋敵人的火箭的時候 是那個 惡者放出來的火箭的時候 身為一個信號 究竟那些火箭是什麼 你是用Faith去擋 有什麼必須要用Faith去擋 假真理 假真理 用什麼假真理 通常你要用你的Faith去擋 Faith 中文就是信 知道嗎 在什麼位置 你沒有辦法用其他東西擋 你必須要用信去擋 那些箭是什麼 我們從來都沒有去深究去想一下 但是這些東西拿在一起的時候 令到我想得比較深 但是 撒旦如果在這些人意的福音裡面 要拿出來的攻擊基督徒的東西是什麼 或者是你的表現不好 或者是你的律法 只要說 如果要罵你的品德和行為 的話 是可以罵到一個信號 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如果你不是真的信 你是覺得這些只不過是一個 如果你是覺得這些只不過是心靈安慰 就是宗教 人家就說 你怎麼說這麼多謊言 對不對 指著你說 你說大話 剛才你不守紅綠燈 那樣的事情 提醒你過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真心信 你只不過是那些東西 那些小東西 你就很容易去提醒 所以你不會被影響 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上帝的話 過一箭就刺到你心裡 咦 剛才我為什麼不很好地過馬路 我會不會失去基督徒的見證 我會想很大 但是因為你認真 你認真去信 所以那些accusation 你的行為 就很容易 攻入到一些 真的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是 不是真的認真信 而是是虧信 這些說話是 刺不到在你心裡 咦 因為你不是很認真 我相信 你講 我不認真 我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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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困 就是說 有很多 我不會說律法 有很多 用行為 我們不要做 沒有做 沒有做 但是問題 我現在接受 這個信 這個福音 是 無論我怎樣 成功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去 我也不會沒有了這個福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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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可以 做這些 可以 所以其實信 我們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信 是用來給我們做什麼來抵蕩的 我們因信而清移 知道嗎 Faith本身是我們 在上等面前的 righteous的理由來的 所以別人 accuses你的行為 如果你沒有了 sure of faith 的時候 是很容易 刺得到進去 你裡面 對不對 你會突然覺得 我是righteous 我自己的 seriousness with上帝 那你便會覺得 我剛才那一刻 那麼不 serious 地去過馬路 你就會把這個問題 放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sure of faith 的時候 我立刻 提醒我 我是righteous by faith 我先擋了 我不是說我對 對不對 我也是錯的 但是我的錯 不會影響 我在上帝面前的righteous position 但是你說的那個說話 好像很合理 因為你是宗教的concept 為什麼 因為你的宗教的concept 本身是從人的意思走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 這隻白馬的顏色是白色 因為它白色代表人 炒出來的思維 在人的邏輯裡面是合理的 即是他覺得這樣 會罵你 因為你做得不夠好是合理的 但是我 sure of faith 是要supernatural 擋得住的時候 你知道白色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說 看這個四個seal 你要看顏色 要看它的方向 要看它做什麼 明白嗎 那你就會看到彈以利 撒加利亞 不好意思 撒加利亞書裡面 有四個charet 是這四個馬的顏色 來的 OK 撒加利亞 不是彈以利 OK 而白色攻進去的 direction 就是在 十二支派的 那個camping site裡面 它相對的就是 猶大的banner OK 總之那個白色的 馬攻進去 上帝的墊 中間那個位 如果你東南西北去走的話 OK 就會迎頭撞見猶大之派 就是猶大之派的 我上次說過 東南西北的 對不對 它會迎頭撞見 猶大之派的時候 猶大之派的 那個banner 的顏色是 紫色 OK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說 所以我們說 怎麼看 這隻馬 攻擊我們的時候 personally 我們怎麼抵擋 它的火箭呢 就是用 share of faith OK 因為 人意的福音 永遠會 我們真心相信的人 OK 所以你只要知道 我們righteous by faith 我才能當得到 但是 除了黨之外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你看看 上帝的camping as a whole 他就是用猶大的banner 去抵擋這隻馬 猶大的banner 裡面的獅子 也是紫色 紫色代表皇權 皇帝 懂不懂 皇權的福音 獅子是皇帝 總之他用皇權的福音 是去抵擋人的思維 炒出來的福音 所以皇權的福音 是以耶穌基督為本 而不是以人的 logic為本 你只有用耶穌基督為本的福音 不斷地 preach出去的時候 你才能夠擊破人裡面 炒出來的福音 明白嗎 所以其實的確是有一個抵擋 這一個假福音的方法 但是我們 我們無法令到這個世界改變 他的確會被這些人為的福音 在外面 但我想問 剛才說的 是 是啊 那這個 超重呢 這個就是因為他沒有賤 我便會問他賤去哪 是啊 因為如果他用來賤 他又有右手 我便分不出那個以忽所書的位置 明白嗎 他拿著一支弓出去 就說聖了有聖 就是說在末世的時候 這種仁義的福音 就會得到人所賞識的宗教的觀念 去到每個地方都是聖了有聖 所以其實第一個步驟就是 用仁義的福音 來replace 了耶穌基督 活以王權身份做的福音 你會發覺這隻馬已經到了 以及他是不是 已經在整個世界裡不斷地走呢 他們信的是信人炒出來的基督教 還是他真的相信耶穌基督的基督教的福音 大家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到 當這隻馬在社會裡不斷地膨脹的時候 他能夠改變了什麼 他會把耶穌基督王權的福音 那種的王權 削去變成仁義 一變成仁義的時候 以人的智慧來本的時候 很多東西你就不會去改變 你會覺得人 這些東西都很合我們的邏輯思維 合理化了上帝 把一個超自然的上帝 變成很自然的部分 什麼都放在人的後面 那你是不是有Christ等於沒有Christ 你的生活 但是又要更加說到有Christ 又要說到有Christ 又要說到有 such a way 就像沒有Christ 即是 繼續這樣說 就要找出這個福音的時候 大家都不用再看看 上帝奇妙的帶來 反過來 你的Shield Shield of Faith 就會破壞 Shield of Faith 就是你不能夠相信 in the name of Jesus 可以改變 知道嗎 還有自然你會看到很多Miracle 都會少 然後你會 你會看到別人的Miracle 你就會看到 如何在他後面 做一些詭計的事情 說他這些東西是假的 這樣 你會放棄出去 別人又會購買你 就會不斷地把 超自然的上帝 或者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作為 是Nullify 了 人的Faith沒有Nullify 了之後 後面那幾個馬跟著來 第二隻馬就是 第二個 印 揭開第二個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 你以來就有另外一匹馬出來 試紅色 紅就代表血氣 血氣就是代表人性 人的好血那些血氣 Flash 就另一項試紅的 有權並吸那騎馬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 有一把大刀刺給他 對不對 我們 很久都沒有看到 大家互相相殺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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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得一件事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才知道 是紅馬的作為 什麼時候才知道 原來不是紅馬的作為 其實很簡單 你就會看看 什麼時候是 beyond 這個世界的nature 什麼時候是過了 那條 nature的界線 你覺得很riddiculous 那些血氣 人和人中間的血氣 去到某個階段 完全不合理的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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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jo 上面 我們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還有些甚麼呢 就是當 letters 伊拉克那裡捉了一個 伊斯蘭國的個4ätze 9歲 regiment 拿着一支枪 被人抓了他,他害怕到一枪打死了他 九岁的小孩,打死他 那些人在後面就在那裡說 哇,人家九歲而已 那些人馬上回覆 有什麼辦法? 你可不可以不打死他? 人家還小,九歲而已 你可不可以不打死他? 你隨時沒有性,就再把你兩個死多兩件 你可以說,再過一點點 去到一個境界裡,不是撒旦也做不到的事情 是已經 beyond 了人的基本邏輯 是瘋狂化到 一般有sense的人都覺得不會這樣的 這樣去互相殘殺 那你才知道這些是靈界的事情 可以嗎? 所以紅馬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是互相擊殺 我想也是 你說算不算 你過得到你自己的關 那些都不要計 他總會過到你心裡的關 原來我反省不到的事情 你可以這樣說 第二樣事情 我始終覺得這些事情 不是一天之間的事情 是一個gradual的改變 而是很合理的 你這樣被一個武器小孩 你這樣灌輸一個小孩 去殺人的時候 第一,他真的會殺到人 第二,他一定會被殺 是吧? 因為那些人不可能去保持 如果你是一個三十歲的人 你拿著機關槍 去幫ISIS做事 我抓到你回來 我都知道我可以 interrogate 你去拿情報 你只不過是戰夫 因為我知道你 已經是有年紀 以及你是有用的 我就把你當作戰夫 但是你只有九歲 我知道你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我又想不到你會亂來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殺了你 所以其實 巴勒斯坦就很瘋狂地 繼續教那些小孩 去怎樣殺人 所以一定會令到人 必須要這樣去反擊他們 那社會就會開始變瘋狂 那你就會看到這隻熊馬 它所走的東西 已經不是人類要走的東西 是否可以 互相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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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能 去到那些技能小到 好像家裡那樣 無端端 那個太太和她丈夫 都可以互相殘殺 在社會裏面 其實是可以很離奇的 第三印的時候 小心擊倒一條線 我聽見第三個會物說 你來 我觀看見你一匹黑馬 馬上手裡拿了一個天平 天平呢 就代表稱 兩邊的稱 是否等價 是否等價交換 一錢銀子買一升物資 一錢銀子買三升大物 柔和酒不可租賊 一錢銀子買一升物資 差不多那時候說過 是一日的工資 一日的工資只能夠你一餐多一點 你可以看到 是飢荒 但是這個飢荒 不是天然的飢荒 而是不知為什麼 那些東西 都不知飛到哪裏 錢不見錢的時候 知道嗎 你發覺它說的東西 全部跟錢有關嗎 一錢銀子 買三升大物 其實是很缺乏 或者是很不均衡的 distributions 或者去到一個境界 錢不再是錢 經濟上的東西 但是是根據一些 manipulation 所以為什麼這隻馬是黑色的 因為它沒有人性 應該有的智慧 剛才白馬 白色就代表有人性 所以黑馬就是已經失去了一個人性 裡面的market manipulation 失去人性的是什麼 有些人說 選人理己就會失去人性 選人理己永遠不會失去人性 人性本身就是選人理己的 選人不理己才會失去人性 嗯 用一千三百多億去開第三跑道 只是給我降落 我想都很選人 有不理己 我不覺得它能夠埋到尾 你做賭才行 好像西九一樣 還在那裡弄在那裡 都不知道怎麼收貨 是呀高鐵 都不知道怎麼收貨 怎麼收貨 其實你又賠不到 你又要開工 你又要假裝開工 又不知道是不是要開工 其實 你 你都不是真的很賺得到錢 是呀 是呀 360那些東西 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選人不理己 誰有好處 跟你做的那個都沒有好處 所以去到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很多的買賣都搞不定 所以因此 如果你說這隻馬 說回之前那隻馬 紅馬的話 如果你要去到 上帝的軍裝那位 就是右手 右手拿劍的 所以聖靈的寶劍 就是對付這隻紅馬 個人的一種指標 就是說你享受那些人的血氣和情緒 還是你享受用上帝的說話 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用聖靈的說話 或者聖靈的話語 去解決一些這樣的紛爭問題 就是你go straight to the point 說出一些很core的公義說話 那人的情緒就不會被撩起的時候 很多這些紛爭就成不了事 那見面的確是要理解 這件事沒辦法 那第二件事 如果你說我不用這些verbal的 直接的宣告 你不就用第二個channel 可以用speak in tongue 去解決它 哈哈哈哈 方言 可以用兩邊 我方言我覺得 造就不理自己 因為我自己都不明白 那麽 那麽不多前書寫得很清楚 方言造就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讓你明白 是啊 所以 不是的 他 越不明白就越造就得到自己 你明白了就造就不到自己 那麽理解不得 反過來 你如果明白那些方言 那些先知的廣道是用來造就別人的 不是造就自己的 要造就自己 就要說一些自己聽不明白的方言 這個是哥倫多前書怎麼說的 那麽 你怎麽做就得到 就是不知道 好像滿足我做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做了 是啊 所以就好像收份禮物 收一些不知道的禮物 才可以 做就得到你的關係 就有一個驚喜 哈哈哈哈 所以多些去用這些東西 紅馬 紅馬那位 紅馬那位就是 在那個 劍那位 但是如果在一個 上帝的 整個的 camping裡面看的時候 紅馬進來的時候 就剛剛對著一個 紅色的牛的 Banner 就是伊法蓮 伊法蓮之派的位 伊法蓮之派的位 那個Banner 也是紅色 也是一隻牛 牛 對 牛代表什麽呢 就是 The finished Word of Jesus Christ 已經成就了 上帝的 功 和成就 所以要抵擋 這一種人的 血氣 我們必須要 經常 proclaim 的就是 proclaim what Christ has done 基督做了什麽 基督做了 我們的sacrifice 我們還有什麽 理由去 做 這些紛爭 無理由的 為什麽你計來計去 Christ has sacrificed everything for you 明白嗎 所以其實不斷地 preach 這種的gospel 在一個帳篷裏面 因為我們在說 這個是屬上帝的帳篷 preach 這一種的gospel preach what Christ has done for us 就會解決很多 人和人中間的 神力上來的 旅氣 它也是和 聖靈的寶劍有關 所以紅馬就是這樣 第三隻黑馬 如果白馬和紅馬的方向 是這樣走的時候 這隻黑馬 其實是從藍邊上來的 藍邊上來的 這隻馬 它本身就是 market manipulation 誰知道 它一上來的時候 就要撞正 上帝的 那個叫做 流便之派 流便之派就是一個 人仔 流便 一個人樣來的 而人樣 流便之派的 banner 顏色就是白色 就是我們剛才很熟悉的白色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人 失去了人性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就是 要 preach 基督是有人性的 用人性的gospel 去 preach Christ 是有人的sense 是make sense的 不斷地告訴別人 人是make sense的時候 希望他們有個良心 而且 要確實 你賺錢 去賺錢 去賺錢 去平衡 你自己的 那種 trading 不要 選人而不利己 就 起碼都告訴你 選人 麻煩你理一下 買了東光水 回來 麻煩你喝了它 這些 這些是很 basic的 所以 你要 preach Christ as a person 的時候 就能夠 去抵擋 這個 失去人性的 market manipulation 的問題 反過來 如果我們背進去 上帝的軍裝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是 平安的福音 就是一雙鞋 穿上平安的福音 就是那個位置 平安的福音本身 Shalom這個位置 就代表了 上帝帶給我們的 richness 我們要深知自己 在上帝裡面 是有充充足足的 知道 深信自己是充充足足的時候 其實market 真的會改變 如果香港人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 不是窮 就算他們真的窮 都覺得自己不窮的話 其實香港經濟會很好 但是我就是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 反過來 我覺得 我很多東西都有 我什麼都有 其實不需要去消費 不是消費 而是不需要 去買東西 而去買東西 是啊 但是如果我這樣 但是反過來 我以前的 其實 你為什麼會有商品呢 其實那些人 就是按照生意的人 他想出來的 要益 不益 即使是你的消費 你才能運作得到 賺錢而已 是啊 所以如果我 每個人都覺得 我已經很滿足了 其實不需要這些東西 或者一件衣服不到爛 不到殘 都要去換 花了去又不畫到 那 這個經濟又學了 你又有增長呢 所以就反過來想 反過來想 就是我不會理我 有多 我需要不需要其他東西 而我覺得我富不富足 一個人覺得富足 就是我覺得我有多 有多的是我的 我的材料 或者我的能力 不是我擁有的東西 就是說 我說我不需要去買 其實 反過來說 我不介意用 行不行 如果我真的覺得我富足 我就不介意用 有什麼事 哇 那我不用買那麼多衣服 那你就看一場戲 我不介意去看 那你就鬆手去吃一下好東西 賣一下好東西 其實都會增長到經濟 反過來 如果你覺得我富足不夠用 啊 這些省一點了 這些不需要就不要買了 那些沒什麼錢 不要花了 不要花的概念 就是因為 我覺得我不夠 將會不夠 我市道將會不好 是啊 每個人都不用錢的時候 那些事物就不滾 其實反過來 其實都挺合邏輯的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上帝是supplying 我們是 有那個 平安的福音 Salom 那種richness 隨著我們的腳步走 哪裡走到哪裡 就哪裡有 上帝的 付足在那裡 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 付付足的時候 我是不會太多 深色的 但是 可以很隨意的 很加費 但是 叫做揮霍 那有時候做人就沒有 揮霍都好過 通宿 都好過通宿 小小的 雖然都是不好 都好過 因為不合乎你自己 那個 那個 怎麼說 我覺得是用得有意思 用得舒服的去用 是啊 不是說揮霍 但是很多人 常常是 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 控制得到 或者是 那麼 理性的 不是那麼理性 就不用太理性的 因為這個世界 會迫你理性的 如果你真是窮的話 所以 反過來 你可以不理性 其實還是很負足 那就繼續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 全個社會 這麼變 就不同 我不是一個人 變 我是全社會 這麼變 這些就不是 附足的概念 是啊 近幾個月 開始 我就發覺 是 多數 有些 那些 就叫你 科文叫做 給你 懂得聽 但是 就說 少了 說 明明之後 又去買過 這個概念 是啊 都是 都是想覺得 你的債務問題的時候 找我們 但是 其實 那個社會 是否是私人 是啊 負債 負債多了 其實是 吃著生意去做 而已 就是 客人 是私人 不是 他 是認可 或者是 他 付出不好 或者是 剛剛很好 但是 他們會買東西 他們會 覺得 我 滿足我自己 我 很想去買 開箱去買 不開箱去買 但是 其實 平安福音鞋 我覺得 平安 平安 和兒子不舒服 但是 為何為之 和兒子不舒服 等等 平安福音 穿上鞋子 上面 你去走 那就是 你去到哪裡 你是帶 富足去到那個地方 而你是帶上帝的富足去到那個地方 所以不用不斷地用你的錢來做個富足 就是 錢可以是其中一個channel 但是 不是說全部靠你自己的廢物 但是 你是說 我們到底是怎樣 我擁有這個平安的富足 是 我是可以 是 是 可以 我覺得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究竟是不是真的 能夠祝福到人的意思 但是如果 你去到 你去到那個位 看到一個人窮 你給他一百塊 你給他一百塊 但是如果他拿一百塊走 他不知道做什麼 他可能是因為你這塊錢的時候 變得越窮 但是 反過來如果你這一百塊 可以幫到他讀書 去做到一個course的時候 是幫到他一個live 他的life 那你也是用錢的 但是你帶給他一個真正正正的 shalom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們用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帶著 shalom去那個位置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穿著 耶穌基督的福音去走 但是又反過來 如果我兩個case 裡面都不給一百塊 不用這一百塊 那你怎麼都帶不到 shalom去任何一個位置 是的 嗯 是的 是 是 是 我在我的當時的認識就是 我幫他處理自己的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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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來幫助自己的派遣的派遣 那你幫到他呢 那真的幫到他嗎? 你幫他破產你才幫到他嘛 解決問題 即是說其實我是很無自慮的 純粹我這兩次都是這樣 所以Shalom本身這個字的平安 我們說中文的平安其實跟原文的Shalom相差很遠 我們華人的平安就可能見到一壇水 但其實Shalom是一個永恆的水 不是一壇死水 你能不能夠帶給他一個Stream of永恆的水 所以他可以Rest from他的Thirst 就像那個薩米拉夫人一樣 我不再需要來這裡打水 那我心裡面就真的平安了 從此以後 不是說我解決眼前那一點 而是解決整個問題我還無憂的 做出一個生命的突破 那這些才是真正的Shalom 同樣可能你是要幫他 但我想如果我幫那對同性戀的人 我就會說 這樣吧 我 我鼓勵你去申請破產 申請破產之後 我送少許錢給你去過日子 有一個人就問我借錢拿去賭 但是那時候他就哭了 哎呀我拿了你的錢去賭 很guilty 我說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借錢給別人 你記得的 我說錢我給你沒問題 你還我的米 你不如來幫我搬屋吧 那他有來幫我搬屋 我搬完就算貴一點的人工 就叫做幫一下你 那所謂的 那些就叫祝福你咯 那些問題就是 那些問題就是 那一個人 他的 他的 父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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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未去主的人,他們會覺得我的飲食問題是我的問題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拿捏,或者是怎樣去先行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能夠根據他覺得這三個字去行 第二件事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很... 我們如果是我們幫他的話應該是以我們的決定去行 要不就不要來給我幫,要給我幫,你就要跟我規矩 你不想跟我規矩就罷奏了 破產不是要死快一點,破產不需要再負債 如果你的社會裡沒有綜援的,破產之後是不能吃的 你馬上三天之內會餓死的 那沒問題,我幫你吃一個月糧 給你吃一個月吧,你起碼死遲一個月吧,OK 但如果你的社會有一個平衡的機制,那就出了一個機制 香港人是可以拿中活,就叫他拿中活 那如果病態呢? 病態呢? 病態的話,就找一些方法去平衡一下病態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社會的暴力可以幫到他不去 是啊,就是說如果你硬是不肯做事,你會餓的 那就用你的肌餓來幫幫你吧 那如果那個人是陳水病啊,感情病啊,那些呢? 那我就會把這件事交給專業人士去解決 你不是專業人士,你去幫他害了他嘛 如果我處理不了的時候,我會拿上身,我是不是害了他而已 不是啦,如果我處理得到,我當然會去啦 我處理不了的時候,我更加要處理 為什麼我處理不了呢?這個人是麻煩的,我會投給他 你就盡管去聽一下他那些感情事件的問題先 第二件事,你就看看自己有沒有辦法去解決他 有沒有辦法去解決他,我幫他,我幫他會不會害他的一場線 那如果人生來說,是不是真的真的要去解決他? 不是,不止的,不止的 你都要看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去幫他 經濟上,心理上,感情上,程序上,應該都是這些 是啊,但其實呢,老實說,每個人都可以幫別人的 其實每個人幫別人的capacity都有限的 其實你說,我真的是不是可以幫一切的情緒 我可以幫的,為什麼呢? 我想你又不是醫生,你如果真的肯幫他,你就去讀個醫生回來 你去得那麼盡,是吧? 花了四年,就去讀心理學,讀心理學,為他再幫他 你可以幫到他落底,OK 如果你的capacity夠大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就給一些已經有料的人 去解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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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所以我覺得是有個capacity在這裡 我們幫人幫他多少 看看我們願意去多遠遠 如果去得不是那麼遠 就不要幫他 幫他打開 你不幫,沒有人幫啊 沒有人幫,沒問題 沒有人幫 對 是啊,交帳 你覺得我們交上帝的帳的時候呢 我們是交... 我們是交一至一百分 還是負一百至負一百分 負一至一百分 負一至一百分 負一至負一百分 負一至負一百分 負一至一百分 我覺得我跟耶穌基督交帳 是我負多少分 我負少一點,就叫做好的了 我覺得 所以你不幫他,你可能負十 你幫他,幫到他屎 你可能負八十 那你看你怎樣交帳 是啊 是啊 那你自己覺得 是不是可以有加分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你在耶穌前面交帳的時候 你真的做到生命回來的 你就交帳 我不可以帶回到上帝那裡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和信心 去處理這個案子的話 其實你自己要決定的嘛 你決定了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要負上責任了 哈哈 哈哈 難道我沒有辦法幫你 我硬拿出來幫你 幫你幫到 比我更差 然後我就說 這個與我無關 不行的嘛 好 好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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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上帝 就愛上帝的家 你膽敢的說 好 我就要去看一下你的那個 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家 你真的就立刻了 我 我有證據證明 你這間教會 不是上帝的家 因為你的這個話 你是不是想證實給你看 在scriptia上面 後果自乎 你不想聽的 一是你就不要說這些話 你的邏輯第二第三步都好像很好聽 第四步你就可罪可奏 你覺得這樣的概念是上帝的家 你就完全是背道而馳 Church不是一個museum of sand 不是聖人的museum的博物館 Church是Hospital for the sinners 是啊 我們關於馬大馬利亞的case 你怎麼解釋給我聽 耶穌喜歡人做事還是不做事 你說 耶穌喜歡馬利亞在下面 take part of 什麼的gathering listen sit there do nothing 他說這個上好的福分 沒有人可以下去 你敢這樣go against Christ Jesus的時候 你告訴他你這是上帝的家 現實問題 現實就是你不相信 每個人都是這樣怎麼辦 很大的教會 沒有人去服侍怎麼辦 撿了他 都不是上帝的家 你根本因為這個緣故 你膽敢和基督所教導的東西背道而馳 你這個精神是不是可罪可奏 即是說如果一個教會 是會派到一班區域的地人 就可以貼在那裏 接著我反過來挑戰 如果這個家 每個人都相信是上帝的家 為甚麼會沒有人來服侍 為甚麼要你叫別人去服侍 為甚麼要你提出這麼複雜的理由 如果那個人是因為某個人去服侍 而不去服侍 那就代表他不去服侍 這些就是hypocrisy 他跟著去因爲他這句話去做 這個人也有問題 你根本就是叫別人 踩進去Godlessness 那個concept裏面 是因為你逼他 你覺得他的duty 他們才去服侍上帝 不是法治內心的喜歡 那些人都是進去Godlessness 哇 你這些撒旦的總之真是客旨 所謂的服侍神 但是你一點服侍神的心都沒有 你是因為他的說話 到最後怎樣 那些人停留在你的教會 因為你的教會大和有名字 因為很大的教會機構的名字 就很值得留戀 我選我的耶穌基督 我沒有賺這間教會 這間也不是教會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這樣說是代表 什麼教會說的話 你勒得越大 上帝越大筆我就跟他切出來 如果你只不過 這個不代表我教會的決定 這個是我們五個人為耐德 你五個人我跟他切出來 everything is 教會 你如果覺得這個是全教會的決定 你整間教會和他切出來 從此以後你不是基督教會 真理是不可以因為他們的nonsense 去改變的 難道真是個個要前腹後勁 在上帝面前服侍 如果保羅不用那麼辛苦 一個人做完的話 是有人跟他同工的 但是他很明顯地告訴你 麻煩你這群小子坐下聽 不要做那麼多事 說得很清楚 你更加不要因為這些nonsense 要心疹 馬利亞轉租上很復活 你先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 就是 就是seal of faith 你是否忍信清義 如果I am perfect by the blood of Jesus through my faith的話 我為什麼要 perform 特別是我們這些身為preacher的人 如果我們preach against the truth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影響信徒 信徒會怎麼相信 後果會是怎樣 很嚴重的 但是我寧願他們坐下 為什麼要使得他們覺得無端端有guilty 人生有多少guilty的東西 為什麼加多兩塊 唉 唉 但是這些放心 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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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的話 Hare Hare and be blessed in the name of Jesus 接下來這個月 只要你更加 你會更加的祝福 你自己看看 放心 這些東西不得了 這些就是那些 麻煩不斷挑起 用人意的福音 人意的福音 就是不相信上帝的王拳 的確需要人和人去答出上帝的福音的時候 而踩過去每一個基督徒身上 第四個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 你來我就觀看叫一匹灰馬 灰馬 灰馬這個 pail這個字是很難去解釋得到的 他是嘗試把它變成一個灰一個字 但是原文是pail 但是pail也不是原文 其實他的整個意思就是這隻馬的樣子好像青苔 是 薩加利亞書是用斑點 是的 薩加利亞書那個中文就用斑點 英文就用pail green 我拿不到英文出來 是 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是青苔 暗的 有些 當一隻馬有些暗的點在這裏的時候 你就覺得它好像灰 螢光 泛螢光的 光是在霧裡面中 是 但是你見到一些 很多點 翻點在這裏的時候 你就見到它 overall好像灰 但是它又不是灰 就是又黑又白又黑又白 又黑又白 又不是聽得光 又不是白得光 又不是灰得光 所以他們叫pail horse也好 叫六 叫暗綠也好 都是這一隻 好像 你可以其實可以在 Google上面 有機會的話 可以看一張照片 你可以搜尋一下這隻 pail horse in the four horses of apocalypse 灰馬 其實它馬上面的 這個名字 它有個名字 叫做死 叫做Death Death Death的原文其實不是真的Death 所以它也是 對不起 叫死 欣婦也除弱他 這個欣婦的原文 就叫做Hades 就是哈蒂斯 就是借了希臘神話裏面的 壽司 第三個 掌管地獄的哈蒂斯的命 Hades Hades這個字也可以代表了 地下 地下的地殼 深淵 知道嗎? 所以地殼 或者地下 或者地底 跟著它 有權并賜給它們 它這隻馬 可以用刀劍 飢荒 瘟疫 和野獸 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在這隻馬 一出現的日子裡 有人就 砰砰的死 這隻野獸 不是我們想的 大野獸 沒錯 這隻野獸 在希臘文的文字上面 在野獸前面 有一個 小小的 prefix 這個字 是Diminishing Term 這隻野獸的尺寸 是超微小的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約翰當時就這樣寫下了 是Diminishing Term Herm of Beasts 很有趣 你想一下 如果它不是用耶穌基督的東西 去說一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說有野獸 當然是大隻 跟著它 不是 它真的寫下了一隻 是超微型的 我也不知道 它怎麼會看到這些東西 一大堆小小的東西 都跟著它 可以看到一粒粒的尺寸 是 這些可以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那些是Bug 但是它現在是Diminished 很微細 要用到可能顯微的眼 才能看到 但是它不叫Diminished 的 Insect Diminished 的 Beast 所以 猛獸 但它又這麼大小 這就是約翰看到的異象 我們會看到一隻 真的有馬在跑去跑去 所以其實 那個異象是 是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你記得 看到耶穌基督所說的 那四個方向 就是這樣 到最後就是飢荒 到最後就是瘟疫 還有瘟疫 還有大地根 但是薩基督所說的那四個方向 就是 他說那四個馬 走不走的方向 其實有點特別 我們會說 黑馬 它真是由 往北方向 即是北走 即是由南邊 這裡說起的 白馬跟隨著 在後 就是白馬其實是一路到處走 它不只是 由東邊 衝進來就轉 它是一路到處走 然後有一隻斑點馬 往南方 斑點馬 即是最後一隻 他們叫斑點 撞馬 它不是一隻普通的馬 它只是很強壯的一隻 可能是一隻 尺寸很大 第二隻 像是電馬 可能那些是跑的 撒加利亞 對 它是南方 南方 即是由北邊跑下來 那麼 這隻撞馬 還要跑下來之後 也是四人走的 也是四人走的 所以其實它說到一件事 就是 你一開始有白馬 其實也不是站在這一個位置 它真的會傳遍 那些地方 黑馬會出現 紅馬會出現 而這隻 他那隻斑點馬 出來之後 又是周圍走 跟這隻白馬一起走 那麼其實 我們不會太過 它們兩個 已經是沒有方向 這樣對戰 所以如果要計算 如果要計算 上帝的軍裝的話 這一隻從北面下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救恩的冠冕 對於我們個人的 基督徒來說 我們知道 我們什麼叫做 救恩的冠冕 就是 冠冕是用來 Different shape 你是屬於哪一個人 是一個軍隊的標證 是的 那個頭盔 那個頭盔本身是告訴你 我是屬於這個國家 我們全隊軍隊的頭盔都是這樣的 這樣 就會分得很清楚 但是有些人就說 包著你的頭盔的時候 你的思維要想什麼 那些比較奇怪 就是說 我們是屬於 我們是屬於基督所買回來的 救恩的頭盔 所以只要我們不斷知道 我們是被基督所換回來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相信 這些災禍是不會臨近我們 就是這些本身是 這隻馬的特點就是 他所控制的東西 都是Supernatural的東西 或者是natural的東西 是natural的東西 是nature的東西 是我們控制不了的東西 瘟疫的嘛 地震的嘛 鬼控制得到嗎 人怎麼做都做不到的 是 如果我正常要去給賭信 就是 是 我就是所有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都臨到我的時候 是 所以 我不會怪你 但是身邊的人怎麼看呢 所以問題就是 大衛怎麼教我們怎麼看呢 他說 眾言千人倒在我左邊 萬人倒在我右邊 者禍必不能近我和我一家 他的思維就是這樣 難道你左邊的一千個不是屬上帝的嗎 你右邊的一萬個不是信上帝的嗎 大衛王只有你一個信上帝的嗎 這就是個心理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於大衛來講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 我知道我是annoyed one 我知道我是受高者 我有一個特別的salvation 在上帝那裡有一個拯救 你們我們不知道 知道嗎 Christ一樣 Christ的gospel一樣 我怎麼知道你相信什麼 一千個一萬個 我們知道我和我一家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harm of salvation在路的時候呢 你就要知道你自己 personally 是被基督的血所賣回來的 你 你 靠你回到多少教會 那些performance 你靠你的attendance 你靠你多少錢 我靠the blood and blood alone the blood of Jesus OK 你的harm of salvation 是不是很清晰 可以告訴你 哇 那我就可以 你這麼大膽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你在那個地方沒有地震 Amen 你不相信你的問題 我相信到 就OK 站在那裡 那就可以 你可以嘗試 在你得到revelation之後 你可以改變你的mentality 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不是要悔改嗎 大哥 對吧 哈哈 我們悔改在很多 很多 chicken and egg的issue 那些 那些 但是這些 大事大非上面 我們卻不悔改 對不對 這些我們是要先悔改的 我們信Christ 我們就是Christ的人 基督為我死是一件事實 基督為我復活就是事實 所以因此 我是有這個anointed blessing的時候 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我站在這個位 這個位 不可以地震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不給 我信得到 起碼 我不管你們 對不對 那你自己可以選 我繼續信不到 還是我今天開始順時信得到 二間一你選 嗯 嗯 是啊 如果 正正是MX37聯上面寫了一群基督徒 有沒有看過新聞 印尼 印尼的 Beautiful 那家伙好出名 正正是這件事發生之後 你猜我這些 我會想什麼 我馬上去搜尋 那些人就是說 你基督徒 沒有這麼說 對我來說不是的 我是真的說 上帝我想我也需要知道一些答案 你幫一下我在這件事上 對吧 我真的搜尋 這一群人 是什麼人 是這間很出名的 的 一些 的 的 然後 我馬上去看 順帝就已經帶我去 你看看他們 我拆過七個飛機都可以 他的牧師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一些都沒有問過 沒有尋求去問過 為什麼是這樣 他只是嘗試去 他只是嘗試去 用一些的東西 去Cover 去叫大家去得到安慰 Carry on the life 就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我真的是那個牧師的話 對不對 我會第一件事很驚訝 我就說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們 對不對 我起碼跟上帝 我們要先解決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身為一個聖經教授 我對他們的 soul 是有負責任 我對他們的 blessing 和申請 是有責任 在這裏 我就算真的過不了我的關 我也要跟上帝 撐清楚他 到最後上帝 God is God 這樣 對不對 沒有辦法 我起碼 都認真去找個 到最後我都是無奈 但是我不會 騙你 我會崩潰 不簡單 如果你是那個目標 你身上沒有一頓 如果你是那個目標 如果身上是他身上 我之前沒有做這件事的話 那你怎麼跟這包地上說 要說 就是上帝告訴我 是啊 我跟上帝這樣resolve過 到最後他告訴我 這樣 OK 你要走就走 要留就留 我不要騙你的 這些事情 但是你留得低 上帝要知道你怎麼留下 就是 你們是不是都要走 在你裡面有永生 我們還能歸誰呢 這是比得過的 這是什麼心態 這些就是他們很conflicting 很掙扎 到最後在他面前 還是跪下 在他身邊的人 但是難道怎麼樣 你不要 你要避免這些事情 你就嘗試去騙自己的信 經文要我相信的東西 我就不相信 信不到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你信不到就信不到 你不要要全世界 跟你一起信不到 如果我有一百個兄弟姊妹 裡面有兩個人信得到 我還是覺得是挺好事 可能這100個人 因為這兩個人信得到 那輛飛機不crash 是啊 他那次也是 是啊 他那次也是 坐飛機旁邊 有一個大集團CEO 都不知道是誰 他拿到這麼緊的時候 他問 什麼事啊 你要跟坐飛機 你要跟坐飛機嗎 好啊 是啊 我就是很緊張 有飛機的話 其實你怕什麼呢 他就說 每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知道 飛了很多次 我也是怕 飛飛機的時候 會crash 發惡夢 這些事情 後來才知道 他不知道哪間大集團CEO 他說 你放心 這輛一定沒事的 你很安心 他說 蛤 為什麼 因為我在這裡 蛤 為什麼你在這裡 為什麼你在這裡 就一定沒事的 我慢慢解釋給你聽 聽到飛機上去了 飛機 無端端就 聊聊的時候 飛機已經起飛了 我們就開始放鬆 一邊聽他說 說Christ Jesus 怎麼樣啊 然後就帶了個信主耶穌 然後就叫他 你去到美國那裡 就回這幾間教會 都OK的 相信上帝是 對你特別 已經為你而死過的時候 你是有特別的 申請的時候 according你的Faith 上帝是會有一個Promise在你 可以選擇不順的 你可以選擇不順的 但是如果你聰明一點 你都懂得選擇順的 好嗎 那為什麼不用怕 就是了 那還不配改 大是大非可以配改的 其他的人我不知道 上帝沒有保守到你 但是如果上帝 Promise過我的話 那就有大衛的Spirit 因為大衛真的被上帝 Annoyed 其他人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 你裏面有一個Holy Spirit 就是等同於大衛的 Annoyed 那個高尤 所以就問你裏面 有沒有上帝的Holy Spirit 知道嗎 這件事是你自己知道的 那如果別人問我 我怎樣 就問我 那時候這個情況 那些男人一定會問我 問你什麼 你就是在我裏面 你不是告訴你 有九個 9個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還有另外有九個 spiritual fruits 你有的 就有 沒有 沒有manifest 那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代表沒有 但是你不能肯定有 所以 不如你不如去追尋 好像保羅 叫我們去追尋 那九個 spiritual gift 但是我聽過有人說 有愛就可以了 你看清楚那段經文 不要被人欺騙 是啊 保羅告訴你 你要很努力地去 又欺騙又哄 怎樣都要拿 那些spiritual gift 可以edify edify 他寫著吉藤靈 manifestation 是啊 你要有一種吉藤靈的spirit 去搶這些spiritual gift 可以edify 因為保羅說過 這些spiritual gift 是可以build you up 是啊 是啊 好像雅國那樣 那我就說 如果spiritual gift 在你面前 你是有一個機會 好像雅國那樣 將它騙過來你那邊 你是騙 還是不騙 上帝看著你 假的 他就是看你想要不要騙 上帝逼你一定要拿 就要拿不得手 上帝告訴你 我就算很mine 不得手段 我還要看你拿不得手段 我mine的 知道嗎 拿不得手 只有一個 你這麽大方釀給別人 你有多鎮蠻 你有多鎮蠻 是嗎 你可以這樣用 對方查了你頭 你有多著重 那樣東西 它對你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自然 不一樣 如果這件事 可能就是我 接著 但如果說感情的話 如果我是真的愛過人 可能我是容易受傷害 可能這件事都是讓出去的 但不等於我不愛喝的 這件事是激情的 這件事是經激情的 這件事是經激情的 如果沒有人可以給他 我最後第二句問 為什麽我給不到 為什麽我不可以做得更好 我更加好 如果你真是很愛他 對方跟你 那當時人覺得 他跟那個 跟人地 可能會是更加 被分為意 滿足了他 那你不是應該去 為什麽你不可以 好像他跟他一樣 為什麽你不可以更滿足他 你是因為自己的懶惰 而不可以做 而掩飾 以為別人比你好 那樣就出現 你明白我 說什麽嗎 明白 其實我明白的 我明白你說什麽 但你明白我說什麽 你明白我說什麽 你明白我說什麽 我真是有多喜歡他 如果我真是很喜歡他 我肯為他做一切的事 那個男人可以給他幸福 我就一定要比這個男人更好 你又怎麽知道這個男人 會對他多好 如果你知道他對他多好 為什麽我不可以比他更好 因為我知道 我變成這個世界最好的男人 如果這樣說 所以他不懂 給他多好 你更容易做一些 我敵人要做好 那就是 這個 kombin 當於我們就不喜歡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些時候 你現在都說 如果你穿過 好 但要分界好 禁止 他已經用這些 它是衡量的 但如果你想做 如果他已經有好 如果你是自我給了多少幸福 他又給了多少幸福 即是你是說我做了多少事情 你給四方感到幸福 他又做了多少事情 你給四方感到幸福的話 用這件事去對比的話 他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真是很愛那個女孩 你認識應該會更努力去做好她 當然我不是說做的 不是那麼容易認輸 如果我是一個沒有手沒有腳的人 如果我不能夠給對方的幸福 一定有所有腳才能夠生存 去到這麼極端的情況 無論怎樣做我都把手腳拿出來 假設我不會發癲癲到 我要去創造一個Iron Man Suit 令到我有超級的手和腳 再給他幸福這麼誇張的話 OK 我放棄了 為他好意放棄 第二件事我始終覺得 如果你有這樣不斷地為對方的幸福 而去很切實地去 向上的心態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世界上最好的男孩 他已經可以 有了很完美的一切 但給他幸福 我可能不是完美 但我沒有一個向上的心態 不會差的 所以我不會放棄了 為了你的幸福 為了你的幸福 我先說一下肉 嗯 因為我呢 他說話 其實他有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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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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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始终说这个异象本身是游合 几个人一起看的 你说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不奇怪 因为他见得到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 你说那四个活物 那四个活物其实在约翰里面有描述过 这四个活物 有四面 就是人 猪子 猪子 猪子和猪子 正正是 就是那四个baner 我们讲来讲也有那四个baner 那只猪子是二八年 猪子 人 人在下面 猪子是 阿爹 所以其实 我们刚才说过救恩的冠冕 你是否能够 personalize 上帝给你的 salvation 你信不信我 I am purcha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如果你能够这样相信的话 你的保护在这里的时候 那些diminishing feces 还有那些hades 地震 其实都一定要避免你 那是不是你站在那里 就没有地震 你信到就好了 因为这些是according你的faith 你信到就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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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有 但是还是會考虑的 一切ô 对 是 我记得我以前抛官收拾过一只 我们自己来看熟灵的观众 一个上帝的社会 我们就像个帐篷一样 就说那四个Banner 我们在祝福什么的基督 祝福犹大支派的Banner 就是王权的基督 去毁灭人以炒出来的基督 祝福神的基督 尽管祝福神的基督 你就会解决人的情绪 拿出来的斗争和攻击 知道吗? 你去Preach 基督的make sense 人的政革 人是有老的思维的时候 你的logic不会爆破的时候 那些失去人 那些损人 又不离己的行为 就可以在你的Preach 里面被解决了 到最后 就算是这些out of 人类 control 的瘟疫 地震的东西 你可以记得你自己 是上帝所 你要知道 你要Preach 那个Dane Eagle 的Banner 这个才是上帝 它是控制在一起的 它跟你是有一个关系 不是 它的nature是可以by path 你 这样去Preach 神圣的一个gospel 让人知道它是上帝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 如何Defense 如何捱过这些日子里面 其实 上帝是跟我们说完的 只不过我们是否有没有aware 去对这些问题的出现 就是我们容许这些荒谬 更加的荒谬 第五节 不是第九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第五个印 我记得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病作 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 大声陷的说 圣结真实的主要人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那些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即是说 在这一刻里面 那些人是很多被杀 见证耶稣这个福音的人 很多人都是含冤 被人控告 流血 等等都好 含冤 而那一刻就好像 仿佛是很应该去报仇的时间 含冤死了 流血的冤 我想可能是死 或者可能是被迫白补寡人 他们希望上帝去 和他们伸冤 他们所估计的是真的 OK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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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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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耶稣 耶稣基督有没有 poverty 有没有疾病 有没有地震 有没有瘟疫 是可以伤害到耶稣基督 不行的 没有 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搞定 他 人 自己人 知道吗 没有人可以碰到的任何东西 但是有人可以杀他 就是自己人 十二使徒 有谁是因为瘟疫 地震 这些东西可以拿到他的命 没有 唯独是信 或者是人 总是有人可以搞定 他 搞定我们的就是基督徒自己 其实是的 是 政权是不是真的可以搞定基督徒 而去 政权搞定基督徒就是杀了他 但是不能令他含冤 也未必 你可以杀了他 但是不能令他含冤 含冤地杀了他 就是 要冤离他所宣告的信仰 这样去杀了他 是两回事 所以你说如果他杀了你 你是不是要伸冤 OK的 不过我觉得这里是 重一点点的意思 你正确是 正确是 真正的福音 那些人的冤 是 是 又大 是的 是的 可以 可以可以 上帝也开了保罗的监仓 让他走 也警告了 但是他选择他这样走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但是如果这是行政的时候 就是犹大是很惨 犹大是很惨的 其实我觉得耶稣 你可以这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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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耶稣自己怎么说 耶稣说这个人 不生在世上倒好 那样可以形容犹大 自己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这句话已经是很无来 和很有含义的 但是第二件事 撒旦什么时候进去 犹大的心 在他沾面包给他吃的时候 那谁沾面包 是耶稣 耶稣容许撒旦进去 是的 可以吗 但是谁决定了耶稣 犹大自己 不行 但是你决定了之后 耶稣只不过是 让你确定你所行的 要走到尾 是的 不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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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的是有一个人会出卖他 明定的不一定是犹大的 那是不是当然会有一个人要犹大 我想会 但是可以不是他 可以这么说 但是可以不是他 看你怎么说 我觉得不是说 删出来就是你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是 合理的 谢谢 谢谢 知道 六鞋 喂 六鞋 可以 行 行 咦 第五章 回到哪里 回到哪里 是的 所以 其实 这个位置 就是 你可能是对的 流血的冤 可能不是真的有 是流血的冤情 但是我一直的感觉 都是说 他是 被别人说他是 异端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 他杀了他 有这个冤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 十一章 十一节里面就是说 上帝说 还没有给到时间 于是有白衣刺 及他们各人 给了一个 righteousness 的身份 的回复 给他 尽管是亲自证实 你们是 属我的 是 平反了他 但不是跟你伸冤的时间 是跟你平反 不清楚 你仪杖上是这样 是不是有个人 真的穿白衣 我觉得这个 只是仪杖来的 他 mean something 刚才射的马 也不是真的 那只马到他走 对不对 所以 可能是有这班人的冤 在这一刻 在社会 或者世界里面 开始被人刺激 原来他在圣诞 那真是gospel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上帝亲自会证实 要是 于是有白衣刺的他们 又有话 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刻 未到时候伸冤 但是我证实 你们先清白 又有 等着一同作伏 人和他们的弟兄 也像他们被杀 哇真的 满足你的数目 满足你的数目 满坦未够 等一会 但我证实 你说的福音 一向都是对的 那怎么证实 其实上帝证实 这些事情 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科学家 出来 或者 其实很可能 就是说 谁信得到那一刻 他一生的 manifestation 就是很不同 他让别人 只是 督眼督鼻 看着他 那些事情 你信到就有 不信到就没有 那么明显的社会 这样走出来的时候 就证实了 他们所说的福音 一定是白 是 是上帝自己所喜悦的 所以那些人就说 哇 成功神学令 你就认识了 你认识到最后 都不能够否定上帝 可能你越 骂的时候 上帝就越要证实 这件事情 是对的 所以其实 呃 这个社会都趋向 走这个位置 是吧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接着就到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 还未去报仇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是吧 我们才知道 今年 和去年 四个Blood Moon 和中间有一个日子 第三个Blood Moon 是四个月 所以Blood Moon 本身如果 河岸犹太人的 这四个Blood Moon 都更大 是吧 其实每一次 都会对 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国家 地上的国家 literally 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是有些事发生的 但是好像 好像是好事 还是不好事 通常是好事 不知道 通常是好事 第四次Blood Moon 我想这次可能是 今次第三次 第三次Blood Moon 我相信就是 关于 以色列总理 究竟是 会去到哪个人 究竟是 Nakayahu 还是转到另外一个 因为 因为 上次的四月 是 六天真 六天真 所以 其实每一次的Blood Moon 放置在犹太人的摘旗里面 对以色列国是很有影响的 而 如果在这一刻 里面 这两个总理里面 走上哪条路 会带领整个以色列中东到全世界 有些什么的路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 你知道以色列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撤住Isis 撤住其他中东国家 然后美国 撤住以色列 这些地方 没有东西可以走 如果整个地 都会有 揭开大陆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 接着第十三 节里面 天上的神星聚落于地 如同毛花果树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属的果子一样 所以我们记得到 天上有些神星跌下去 不知是什么来的 究竟是那些导弹呢 你要想回 你要想回 约翰看到的是什么 究竟是不是一些导弹呢 还是一些天上的流星 跌下来 来襲擊地球 大家都要想想 但是他说 很有趣 他形容这件事 这个跌的方法 不同一般的跌的方法 就好像 毛花果树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属的果子一样 约翰尽略和我描述 就是说 有些东西好像 不跌不跌不想跌 但是又突然间 被风一吹的时候 也会被防压跌下去 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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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是 有些很突击的 导弹是这样 然后一下子 摄下来的 那些也不出奇 但是理论上有很多 毛花果树 天上的神星堕落于地 是吧 但是也需要考虑几种因素 第三种因素就是 要假设 如果这个天文异象 是和 那些 星神有关的话 其实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 就是 那些伟人 那些伟人 就是地上掌权的伟人 他们都是以星星做代表的 对不对 就好像三博士 找到耶稣也是这样的 我看见你们的皇帝 那颗星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个皇帝将来出生 其实这些在当时的日子里面都是这样的 会不会他预表着 天上有很多已经是掌权 看上去是很稳定的神星 突然之下 在那一刻全部聚落在地上 会不会有很多 很有权力影响力的 世界上的知名人士 突然之下 在那一刻都会聚落 聚落的意思是否死了 还是 集体中毒 集体中毒 还是突然之间 他们堕落了也不出奇呢 就是看一个怎么合作 对不对 在这些日子里面 他是不是突然间变成幽暗之子呢 即是六百九一夜死鬼了呢 明明是在 好像风吹都不下跌的 未熟的毛花果树 果子一样 未熟的毛花果树 就是说 这个果子本身都未在时候下跌下来的 但却有风吹 就磅一下下跌下去了 的样子 是啊 是啊 所以究竟他说的是战争的事情 还是说领导人 还是说领导陈的堕落 还是真正的死亡 大家都可以看着 但是十四节就跟着来了 天就罗尔 好像书卷被卷开 你说我说天就罗尔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是吧 天就罗尔 是不是那些星星到处走的呢 叫做罗尔呢 原来他说不是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领海洞都被罗尔离开本位 所以记住这件事 耶稣就play了一个推背图的video 给约翰看 约翰照看就尽力写下 我就相信 不是真的一只马跑来跑去 又不是那些人真的叫来叫去 又不是真的穿白衣就算了 所以究竟那些神星啊 那些毛 变黑 全部都应该是代表一些东西 代表一些东西 天就罗尔高尚 书卷被 书卷啊 书卷是呀 被卷 天就卷完一起 卷完一起 就是龙卷峰 嗯 龙卷峰卷到山领海岛都被移开本位 不奇怪 那些板块就走了 龙卷峰那个胸 那个流豆云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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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的 是啊 这些地壳周围走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 还是说地上的势力分割 都会离开它原本的位置呢 对不对 第十五节 地上的君王 神宰 将军 父户 壮士 和一切围绕自主 都藏在山洞 和 岩石 月里 都躲躲躲 向山和岩石雪 向山和岩石雪 倒在我身上吧 把我藏起来 躲避寶寶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 谁能站得住呢 这群人到最后 就知道是上帝在那里发怒 是不是 他们都会躲避的 那究竟是真的 phesically 天上面管起来 好像龙卷风 跟着地震震到地壳移位移到周围 都是 对不对 跟着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怎么躲在山洞和岩石里面 说 大姐 躲在我身上 死去 好过之里面 还是 天上面的首领 突然之间 在unexpectedly的地方里面 不知道去哪里 或者死了 跟着 地上面的海和岛 一切的权力 在海的分界 掌控权 都因为前面那些战乱的问题的时候 重新挪移去到某个地方 令到每一个地下 地上面活着的人 有势力的君王 宰相将军 父虎壮士 甚至是围奴的打工仔 自主的self employer 都觉得我没错 我识从你们这些政治家 在那里搞势力 和打仗 我最好躲起来 大佬 让山洞 让我躲起来 是 是 可以是很混乱的 是 是的 是的 現在開始,你都要想是不是繼續留在香港 如果你不留在香港,你去哪裡呢? 你去哪裡安全呢? 我暫時還有一個地方,在新加坡比較好一點 阿諾阿圖,阿諾阿圖行不行? 中國人都踩到那邊了 推散了 阿諾阿圖,崩潰了 風暴 所以你說哪些地方是可以讓這些人去安居樂業呢? 現在很難找到一個好的地方 暫時還有新加坡 不過去到那個日子的時候,如果政治都亂了的時候 連國際領域都亂了的時候,那些人都不知道去哪裡來 所以為什麼他說 想去山洞沒有人找到一個地方躲起來 所以究竟是政治上的這些都亂了大龍 還是 政治上的這些都亂了大龍 還是 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拭目以待了 這個就是啟示六、六章 就是看回我們的時候 一祥安慰就是我們所多的 是啊 我們是被受過 是啊 這個一切的 利潔是好的東西 都不會難過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都要面對這個位 一祥安樂支持就是我們 給我們知道去哪裡 第二樣東西 你看到這些發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 現在是哪個位 對嗎? 反過來,你看到之後 你就知道 之後會發生什麼時候 有多久 所以我看一些 現在是怎樣的 因為我朋友覺得 是說 你現在還沒做到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人就回來 那我就會更加 靠慢著腳 對我 靠慢著腳 有什麼問題? 你靠不快幹什麼? 哈哈 我不明白 但是我沒有靠回去 靠一場多 我的問題就是 我可以再次做 一時看著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現在的良心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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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這樣看 你不要說我 要改些什麼 你想一下 一個大將軍 準備出征之前 他有了全盤的 工程計劃 然後立了Kathy 跟你分享一下 我們把他這樣打 把他這樣打 把他這樣打 把他這樣殺大 你走不走不走不走 你隔天看完之後 這樣 當你是自己人的時候 你說 你需要做什麼 不需要做什麼 你可以沒事做 但你想做些 絕對沒有問題 那裏不要用復活工 好嗎 那裏留些糧倉 餵下誰 沒有問題 那裏包進去 其實 反過來 你知道 上帝開得奧備 給我們看 當我們是自己人的時候 就給我們 在這個將會發生的事情裡 你知道什麼事 你就可以 去改變一些事情 我自己的停 會不會 你不能 在這個測試 餐廳 讓我來